吴玉璐 33岁 天津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 各位企业家以及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丽憋赛之城大美定编 那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呢 想找一份关于销售 或者是有关于影视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销售可以改变我的人生 可以改变我现有的生活状态 而关于影视方面呢 因为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成为一名演员 谢谢 好 欢迎你吴玉璐 欢迎 今天这身衣服挺喜庆 谁帮你挑的 这爱人帮我挑的 爱人帮你挑的 没错 今天漂亮的爱人 坐在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老师中间 欢迎你的到来 你的资料我看 从小你是在内蒙古的三姨家住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好 轻人帮我看你 好 有什么事 好 好 我船 我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时候回家了 家乡是我出生的地方 厚重的黄土地让我有了做人的感觉 他们养我小 我就应该养他们老 那三姨也养你小 你现在还养三姨老吗 我会不定时地还去三姨家 陪她一起逛逛街 看看电影 看一看 工作原因 首先请允许我的冒昧和直接 你的手指是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受得上 我的手指是在2006年的时候 在一次解修这个机器的过程中 我所在的工作岗位呢 是输融 输融机 特别大的一个圆形的 来回转 来把这个羊绒来输松 那在输松的过程中呢 它会出现一些小的事故 需要我们及时来去处理 那在处理的过程中呢 就把手带进机器里边了 现在缺失的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这个无名指和小指 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神经受损 感官系统不是那么太好 那你现在改成右左手了 左手 包括左手吃饭 显字还是用右手会多一点 你受伤以后工作受影响了吧 受伤以后工作受影响了 爸爸妈妈是希望我回到山北 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年轻 就想着我在那儿跌倒 我在那儿爬起 我就还是回到了以前的岗位 继续以前的工作 你跟太太是哪年认识的 我跟太太是零九年 是通过亲友的介绍 我们俩是一拍即合 也是特别都互相看上了对方 我爱人那时候 她是做教师职业 我们俩走在一起的时候 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跟我又回到了那梦 一直到现在 我想问问你的太太刘晓宁 你当时 你看中预录什么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像她刚才说的 可能就是一个演员吧 就感觉我们俩个挺投缘的 你爸妈介意她吗 你们俩刚开始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我爸妈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感觉 可能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优点和缺点吧 我感觉这个不是影响 我们生活的一方面 所以说父母最后选择的时候 是你自己看 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他们就投意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反对 我不知道当时家里面 对她是不是会有 很大的一些阻力 但是我觉得 这个女孩的话 是真正地嫁给了爱情 你把工作都辞了 你跟她走 你不怕后悔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吧 想着她在那边有工作 如果我继续在这边工作的话 可能就是了地方居 你怎么不动员她回陕北呢 她爸妈又在那 她当时不想放弃 她的事业 这个女性还是非常伟大的 工作都不要了 跟你去了内蒙 你一个人养家 对 你俩这日子接得开锅吗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生活有点窘迫 最苦的时候吧 可以说两个人 几乎一个人 几乎一个人都在喝西粥 她和我一起到内蒙的时候 也开始自己打工 我们俩在鞋鱼的时间 她跟我一起出汤 卖羊肉串 卖一些这个小饰品之类的 你最穷的时候 你都是你家里还剩多少钱 三百块钱 两口子 最穷的时候 家里就剩三百块钱 这三百块钱 是我有孩子了以后 一家三口 在半年的时间 我们两个就把身上的积蓄 花得几乎就没有了 剩下三百块钱 两百块钱租了一间房 不到十平米大的一个房间 剩下一百块钱 我记得特别清楚了 爱人买了十块钱的小米 给孩子二十块钱的零食 是孩子一个礼拜的零食 她又买了将近一个礼拜的 咸菜嘎打 不管我干什么样的工作 她特别支持我 在每天早上的时候 她都会把洗好的衣服 甚至一双袜子 摆到我的床头跟前 让我以最 就是最好的一面吧 来去面对我的工种 或者是我的工作